记者陈冠的彰化报道,中部地区近日气候烟阳高照,入夜后唯有凉意,可是还算稳定,不过家庭主妇到传统菜市场采购时却发现青菜变贵了,平时一把十元的空心菜却涨到一把三十五元,令民众大呼吃不消。 菜饭指出,因为正值季节交接期,青菜来不及长大,所以无彩了,彰化现西湖果菜市场今日交易行情,每公斤三十七五元,也创下今年入秋以来最高价,菜价涨涨涨,西湖果菜市场今日交易量来到九万八百三十公斤,对比上周交易量差不多,不过每公斤平均菜价却来到三十七五元, 上涨近四元,其中叶菜类空心菜涨幅最大,每公斤平均价格涨到七十三六元,菠菜每公斤七十六元,对比往年叶菜类价格明显偏高,西湖果菜市场总经理杨国强指出,节气白露到双降一个月期间是花叶菜菠菜等冬菜生长时期,可是今年秋老虎发威,日夜温度反差不大, 因此生长不顺,只好耕除种种,在供不应求下,民众找够空心菜等下菜,才造成菜价高涨,虽然民众觉得是好天气,可是对蔬菜而言是坏天气,日夜温差没超过十度,就无法结成露水,蔬菜墨水器,吃起来就缺乏口感,尤其是高丽菜会更明显。 刘静妇女今日到北斗黄昏市场买菜,金绝叶菜类贵很多,不过还是会买,但是会选择洋葱或叫便,一个菜类购买,她也表示,偶尔换换口味也不错,实性菜反说,每年此时都是菜类季节交换期,不过今年冬菜成长不顺,才会有菜价上涨的现象,预计在一个月,冬菜涨成,菜价就会回归正常。